大家好,我是龟龟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 名字是《隐农二厘森》 春种一粒树 秋收万棵子 四海无咸田 农夫幽厄子 再读一遍 《隐农二厘森》 春种一粒树 秋收万棵子 四海无咸田 农夫油饿死 冥在这里是黏冥的意思 树这里是指种子的意思 咸甜 意思是没有耕种的或者是播种的甜 油 还是 油 在这里的意思是还是 这首诗呢 前两句的意思是呢 春天的时候 剥下一粒粒的种子 秋天的时候呢 就可以收到更多更多的粮食 这首诗 这首诗后面两句的意思是 天底下呀 未开垦的土地 很少很少 未种植的土地 很少很少 但是 农民们还是有很多很多 被饿死的 作者呢 通过这首诗 很形象的描绘了农民 辛勤工作 秋天的时候呢 到处 果实累累的 景象 但是 农民却没有得到 他们应该得到的 却是两手空空 产遭饿死的 现实问题 这首诗 深刻的反映了 当时中国封建时代的问题 农民们的深沉产状 不公平的待遇 作者呢 拥用了对比的手法 增强了 诗歌的反映力和表现力 让我们再来提供一点 李农二李森 春种一粒树 秋收万科子 四海无咸田 龙夫游饿死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我们下期再见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请帮我留言 点赞 转发 关注我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谢谢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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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